说完去了暖宿时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 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还记得我怀孕的时候 前去孕吐反应特别严重 一个月就瘦了八斤 每天羊活着一般 后期因为累着了 先照早产 我的婆婆都没有管过 在老家给小姑子家接送孩子 实际上孩子已经四岁了 小姑子工作不忙 完全可以自己接送 就连我已经公司住院了 只要老公一个人陪着我 给他妈打电话 我这婆婆也没有来 直到我生完孩子 老公给婆婆打电话 说是个男孩 是她的孙子 她才从大老院赶过来 这个婆婆月子里对我所谓的照顾 其实就是光带她的孙子了 基本都不会管我 给我吃的 也只是家常的饭菜 不舍得给我喝 鸡汤 鱼汤 猪体汤这些 三块钱一斤的苹果 更是贤贵不让吃 奶不够就逼着我独吃鸡蛋 说鸡蛋一样夹着膏 还说他们那时候想吃都吃不到 我老公看不下去了 专门去市场买了一个火鸡火鱼 都要被我婆婆骂 说我吃这么多 奶还不够 根本就是白吃浪费 还不如省下钱 给他的宝费孙子买奶粉呢 生孩子老公请了一个星期的产假 那时候还算比较幸福 在家里老公不让动 就让我躺着 可是过了一个星期 老公就要去上班了 婆婆带孩子就说累 经常让我自己给孩子换尿布 抱孩子 哄孩子 更过分的是 十几天的时候 老公要出差一周 走之前 给我婆婆说 要在家里好好照顾我 别落下月子病 我婆婆特别不耐烦 嫌我老公啰嗦 没有想到 老公出差的当天 婆婆就找各种理由 说抱孩子抱得胳膊疼 没法洗尿布 让我自己洗 就这样 老公出差的一个星期 都是我自己 给孩子洗的尿布和衣服 那时候想想自己那么可怜 整天一泪洗面 想当年因为爱老公 坚持一千多公里 远嫁到他们这里 有什么不开心 也不敢告诉父母 怕他们担心 每次都是抱喜不抱忧 因为那一个星期的劳累 加上原本就是抛妇产 落下来了严重的 腰疼背疼的毛病 再加上心情不好 那一阵就觉得自己 要得产后抑郁症了 人家说月子里要发发汗 能治疗月子病 满月的时候 就跟老公商量着 我们也坐一下 没有想到被婆婆听到了 大骂我白家 说好几百块钱做一次 能给他孙子买一桶奶粉了 原本一直忍一忍的我 实在受不了了 就跟我婆婆吵了起来 对他说 都说十年看婆 十年看喜 你现在这样对我就不想象 等你老了谁来照顾你吗 我婆婆也直接对我喊 我有老公 有儿子 有女儿 还能指望你一个外人 等我老了不能动了 大不了 和皮农药去死 经过这次的争吵 我婆婆回了老家 就算我老公 就算我老公长期出差 我自己生病待晚 她也再没有来帮过我 前段时间 她却因为不小心摔倒 得了骨折 因为她性格不好 事多 以前对我公公不好 公公找理由不去照顾她 我的小姑子也说家里还有孩子上学 压力大 没有办法请假去照顾 我老公工作也很忙 就开始说服我 说让我看在她的面子上 去医院照顾婆婆 当初她那样对我 我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放下 当着婆婆的面 我说道 也不是我不想来 谁让我是一个外人呢 谁当初说自己有人照顾 婆婆也在床上说不出话来 最后哭了起来 最后我还是帮老公照顾了婆婆 但我和婆婆之间的结 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